第六百八十二集 老不死的 你不是要镇压我吗 想敲断我的骨头 挑断我的筋 不如我先来削你一段 他肉身无双 画龙秘境的人怎能相比 在这片狭小的空间内 老奴连法力都被禁锢了 根本不能抵抗 叶凡的金色大巴掌 不断的削落下来 控制力道 将这个轻衣老奴 打得连续咳血 骨头根根断裂 根本站不住了 你们不过是一对奴才而已 却敢来截杀我 真是 其人太甚 叶凡也不知道 削了多少下 这个轻衣老奴 都快成肉泥了 不过却没有死亡 画龙秘境的强者 生命力很强大 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能活下来 让我也出口气 李黑水接替他 连销了数十个大巴掌 将轻衣老奴 打得快没有人形了 发出非人的求饶声 叶凡逼问 说 是不是凤凰让你们来的 我们四座主张而已 公主很生气 我们觉得他不会反对 轻雷解杀你了 凤凤的侍女彻底被吓住了 几乎快软倒在地上 凤族圣主还不错 若是杀了他们两个 实在有些对不住 不要杀我们 凤凰的侍女真的害怕了 哀声求饶 连那个老奴也彻底服软了 这样吧 本皇发发善心 将他们充军发配好了 黑皇开口 将在不死山剑斗的 那幅棋盘 以及阵纹 一葫芦画瓢复制出大半 他很激动 这是古之大帝留下的阵纹 他想以这二人做试验 将他们 传送到西末去吧 数十年也飞不回来 让那帮秃头去感化他们 情依老奴大叫道 不要啊 哄的一声 光滑冲天 稻文闪烁 他一下子从原底消失了 虚空中留下一片恐怖的能量波动 大黑狗呆呆发愣 好半天才咒骂 妈的 怎么回事啊 叶凡羽里黑水不用想也知道 这死狗肯定又干了一次不着调的事 铁定没有传送到西末去 你将人送到哪儿去了 好像传送到南岭去了 大黑狗不确信地咕咒 死狗啊 你可真是个人才 能从西末偏差到南岭 一般人谁能做得出来 你还能找出一个比你更离谱的吗 大黑狗气急败坏 最终呢 他们没有将凤凰的侍女传送出去 大黑狗呢 勉为其难 暂时收围了人宠 随后来到了紫天都 紫天都 为东荒中部地域十大古城之一 自古至今 也不知道留下了多少传说 相传 它是虚无缥缈的仙界中的一座紫金天都 坠落进了凡尘中 形成了这样一个名传天下的巨城 叶凡他们在这里拽悠了两天 出行于各大十方中 要为丰足圣主准备一份礼物 最终 叶凡在紫微教的一座十方中 选定了一块旗石 将其买走 不过 并没有在现场切开 他一看出里面有什么 是一块神圆 当作受理足够了 不想在紫天都引起轰动 叶凡很想多选出一些旗石 彻底将丰足的三百万金元环上 不然的话 那些年轻人总是提这件事 让他感觉很不舒服 可惜 十方虽然有很多 但怎么可能处处见其真呢 能够寻到一块神圆 已经很稀奇了 他再无其他收获 这两日来 凤凰的侍女跟随在旁 负责做各种琐碎之事 提包喂狗 付账 擦桌椅 许多人认出后都忍不住吃惊 在背后议论纷纷 哎 咋回事啊 风族的公主贴身侍女 怎么负责给圣体当奴婢来了 哎 不对啊 风族明珠傲气得很 怎么可能让自己的侍女 给他看着不睡眼的圣体 做这些琐事呢 你们 哎 我说你们 有点眼光好不好啊 他是本黄的人丑 大黑狗嗷唠一嗓子 惊掉一地下巴 所有人都沉默结舌 看什么看啊 你们很羡慕吗 本黄 不介意 也收你为人丑 你看上去还马马虎虎 大黑狗大言不惭 对那些人开口 这死狗太可恶了 早晚火剥了他 走 今天 我请客去吃黑狗肉 一群人大叫晦气 却也不想与他置气 同时心中很期待 如果让凤凰知道 会是什么表情 希望凤凰早点得到这个消息 他的侍女 给一只恶狗当人宠呢 一定会杀上门来 不错 希望那一刻 早点到来 叶凡 在紫天都中行走 并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 但是 小楠楠却扯他的一脚 娇憨地说道 有个人 总是出现 什么 叶凡心中一惊 他的灵觉何其敏锐 却根本没有觉察到 并无一丝改应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来人若是想对他不利 他可能会吃大亏 他每次都变成不一样的人 出现好多次了 小楠楠很乖巧地说道 叶凡心中有些不安 在哪啊 他已经消失了 每次停留时间都不长 可能还会出现的 小女孩眨着大眼 看向人群中 叶凡问黑黄还有李黑水 你们 觉察到异常了吗 他们都很心惊 根本没有任何感应 都不知道曾被人跟踪过 这让他们都生出了警觉 来人显然非同一般 他们详细向小楠楠询问 了解那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每次换成另外一个样子 可是 楠楠一眼就能认出来 叶凡他们不得不惊议 小楠楠的灵觉太敏锐了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他见到了那个人的真身 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男子 根本不会被人注意 每次都换成另外一个样子 躲在人流中 站在石杖外观察叶凡 石杖 这是一个临界点 他不敢轻易迫进 总算是好事 若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骑身到我们近前 那就太危险了 李黑水有些不安 大黑狗露出凝重之色 详细向小楠楠了解经过 甚至那个人每次的动作 所迈出的每个步伐都问到了 骑身到距离我们十丈左右 太不寻常了 这是个可怕的人物 大黑狗露出沉思之色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叶凡问道 那个人骑身到石杖前 除去小楠楠外 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发觉 这确实让人惊悚 希望我的感觉错了 不然的话 麻烦就大了 大黑狗有些紧张 忍不住向室外观察 叶凡心中一沉 你推测到了什么 人世间 大黑狗吐出这样三个字 更加的不安了 扫视周围的一切 让小楠楠多留意 有没有可疑之人 人世间 李黑水机灵灵的打了个冷颤 他们刚从不死山脉中出来不久 曾在那里了解到 这是怎样的一个可怕势力 在那远古时代 让诸圣地都要颤礼 西年 在这片浩瀚的大地上 有三大远古杀手神朝 万事不朽 传承古老 让各大圣地都深寒 连古之圣贤都杀过 天庭 持无上杀手权掌 均临天下 一念间大地上流血飘炉 如无上的古天庭一样 主宰他人的命运 人世间 荣于茫茫人海中 你根本防御不住 不知他们何时 会尸出必杀一击 纵然是古之圣贤 都无法避过 相传 在他们的古老殿堂中 有诸王的人头骨 堆砌起来的一座白骨塔 杀尽人世间英杰 不可应封 地狱 生有一群堕落的神灵 持滴血的神剑 斩尽世间的圣人 强大而无情 恐怖而血腥 传说在地狱中 保存有他们历代所斩杀的 古代圣人的神皮 骨骼 血肉 葬斧等 冷血害人 座椅是神秘不过 天庭被远古诸圣帝 联手灭掉了 可是 人世间 与地狱却长存了下来 只不过形势低调了很多 世人不知 他们身在何处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